在建的云南林仓至清水河高速公路附近 发现三处文物点 近期历时六个多月的 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完成 共计出土林清时期 大小器物一万多件 除本土器物外还有一些搏来品 这些文物对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地区 林清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 丧葬习俗 文化等方面 提供了丰富资料 目前所有文物都保管在林仓市文馆所